男声商 因为这个议程是文化的 完成电脑 但是未经许说 breve 也非常抱歉 因爲,这个议程是用中文 所以我就待會所有的內容 我就完全用中文的展示 因為一開始在收到了一個訊息 這是一個Local的Exception 那我介紹一下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是Easy Go 但是因為今天是在Debian的場合 所以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參與Debian的一個活動 那我第一次參與Debian的活動 是在挪威 一個叫做Schoolinus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對我來講事實上是非常陌生 我第一次參與Debian的一個會議 是在挪威的Schoolinus 在座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Schoolinus 為了證明我真的有去參與這個會議 然後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到現在還留著的一張照片 就是大家一起的一個合照 OK 在這個合照裡面 各位至少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都認識的Andrew Andrew Lee在裡頭 那事實上 那這一場去Schoolinus的一個會議 對我來講影響非常非常的深刻 也是跟我現在的Easy Go的計畫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想我就先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在這個計畫裡面 這一次的會議所看到的一些點點滴滴 然後來跟各位做一些相關的一個分享 我去挪威這一次的會議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歐洲 那在這個會議裡面對我來講最大的震撼 就是從整個我所看到的東西 從我在挪威的第一餐開始 對我就是一個很深的影響的 那我待會就會從我在挪威所看到的這一切 然後這一切如何影響到我對資訊教育以及知識運用上面的思維 就是我待會要跟各位介紹的重點 那我就從我在挪威的第一頓早餐開始跟各位聊起 各位可以看到我在挪威的第一頓早餐呢 各位面臨的第一個考驗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餐點上面呢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一個開始 因為光是要點餐就考驗了我 我不曉得各位如果你是我一起到的挪威參加Debian的Conference 然後呢到這樣的一個早餐店吃早餐 你們會想到了要點的是怎麼樣的一個餐點 你知道嗎對我而言因為第一次到挪威 然後呢第一次在挪威的早餐點點早餐 這個挑戰呢就是第一個我不知道呢我應該重合點起 然後第二個我當時到了挪威的時候我也沒有想到說 哇這個壁紙到底是怎麼換算 所以我一點都沒有想到說我到底要怎麼樣的點法 那我不知道各位當你是我你看到這個會想要點什麼 說真的在這邊呢我看了半天唯一只有一個單字 我有把握把它講出來 這個單字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egg這個單字 那我要跟各位講的是你知道嗎 我到了挪威的第一頓早餐 真的我只能挑我最熟悉的開始點起 但是你可以想像到如果我只是點了一個egg那就尷尬了 如果那個挪威的店員只是拿了一個雞蛋給我的話 那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那就真的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鼓起勇氣點了egg and bacon 點了egg and bacon之後呢 當然囉各位接下來呢我們要點飲料嘛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是我這個時候才想到說要點右邊的飲料 你有看到任何你想要點的飲料嗎 我相信各位在這密密麻麻的文字裡面 應該很難想像到說這邊要點什麼樣的飲料 說真的那個時候呢我只能憑我的印象 憑我的建議去點餐 那當我憑我的印象憑我的建議在點餐的時候 各位你知道我那個時候腦海裡面希望不要點的早餐是什麼 是latte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早餐的時候不太習慣喝latte 可是說真的當店員問我說我那時候要喝什麼 各位你知道嗎 我唯一腦海裡面想到就是我最不想要喝的latte 所以囉因為有很多人在後面排隊等餐 所以我就只好怎麼樣先點了再說 好啦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挪威的第一頓早餐我點了什麼 我點了egg and bacon 我點了一杯小杯的latte 哇 各位你知道嗎 為什麼一開場的時候跟各位談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在挪威的別早餐的這個經驗呢 讓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心得 就是天啊 這不就是我們一般使用軟體的經驗跟心得嗎 很多時候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軟體 不是因為那個軟體特別好 而是你只認的那個軟體 還有你可以看到我點了egg and bacon 是因為我依稀知道這個東西有可能是什麼 那我點了latte完全都是憑我的印象 那這就是我說我在挪威第一個 我在吃早餐的時候聯想到的一件事情 好 這個是我在挪威的一個早餐點的一個奇葩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剛剛呢我不是跟各位講說 我在點egg bag的時候 那是一個多少錢的早餐 68塊耶 各位你知道挪威幣68塊 折合台幣是多少錢嗎 再加上一杯咖啡 我相信大家可能很難想像說這樣的一個早餐竟然要價500塊台幣 各位先把這500塊台幣的這件事情記在心上 各位要了解到一件事情 在台灣我們的早餐不太可能一餐會吃到500塊 換句話說對我而言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我到底是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進來了一個早餐就要100塊 而且這是最便宜最普通的一個早餐店喔 好 各位你知道嗎 去挪威之前呢 基本上呢我有稍微做了一下功課 我要先知道一下 我到底今天到了挪威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喔帶著各位一起看一下我做的功課 好 各位你可以看到我去挪威我就做了一下功課 應該有很多人呢沒有去過挪威 那我可以看一下我這次去的地方呢 就在這裡挪威的首都奧斯路 各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嗎 我剛說剛剛那個早餐呢就差不多要500塊台幣了 各位想像到很多人呢在使用自由軟體的時候 都會想到說欸使用自由軟體是不是比較沒有錢的國家 好 所以我說剛剛呢對我而言第一個震撼教育呢 就是各位可以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哇 原來我去的一個地方可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GTP 他們的人類發展指數 特別是人類發展指數這件事情 如果我只有談GTP的話 那你一定會發現到欸 講到錢太熟氣了 可是就人類發展指數而言 你可以看到我在2009年參加了一個Debian的Conference 我去的一個地方呢是全世界人類指數發展最高的一個地方 好 各位 這個時候就是要進入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重點了 一開始呢在2009年之前 我對自由軟體的印象 對Linux的印象 就是比較落後的國家 比較落後的地方 資源比較匱乏的地方 才會去使用自由軟體 因為自由軟體某種程度上 它是免費的 任何人都可以輕易的取得 可是對我而言這個最大的震撼是 天啊我竟然到了一個 這麼 這麼物價水準 還有整個生活水準 還有各種水平都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地方 到底我在這樣的一個餐訪裡面 我會看到什麼 好吧 那大家就跟著我繼續呢 針對照片的內容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吃完了這頓早餐 接下來我們就要趕路 然後呢到會議的場所 在奧斯路的一個大學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前面呢 可以看到左邊那一位呢 就是Andrew 右邊呢是Peter 不曉得有沒有在座的Debian的朋友 認識這兩位 好 那各位 接下來呢 我就開速的瀏覽一下 我們所經過的地方 好 重點是我們已經來到了 我們參訪的這一所學校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Oslo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呢挪威語Skolle 就是學校的意思 好 那我們參與的這個計畫 更好 名稱叫做Skollinus 好啦 各位 我們很快的到了這個學校 到了這個學校了之後 各位 接下來我們即將走進教室了 各位要記得 我剛剛呢 前面的鋪陳 是讓各位感受到一個 台灣推動資訊教育的人 然後呢到了挪威 一個生活水平這麼高的一個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才剛吃完了一頓500塊的早餐 那各位可以想像到 我對挪威的一切的期待 都非常非常的美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在那個時候 我即將要走路 他們的電腦教室之前 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好 各位 睜大眼睛 跟著我一起進入到挪威的電腦教室 我不曉得 各位看到了什麼 好 當然 毫無疑問的 可以看到他們的同學 還蠻帥的 還蠻漂亮的 好啦 各位可以看到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應該很驚訝的是 我們不是到一個物價指數非常的高 非常有錢 生活水平非常高的一個地方嗎 怎麼他們的電腦教室還是這個樣子 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照片呢 當然是2009年我所拍的一個照片 好 不過說實在的 2009年那個時候的台灣 我們的電腦教室 基本上呢 最基本的都已經換成 異經螢幕了 如果以我當時的印象來看 我覺得就電腦的硬體設備而言 台灣的水平 應該比挪威電腦教室的水平高很多 好 各位 但是重點來了 這一次我的參訪的重點 不是在硬體 而是在軟體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我到底在這一個 參訪裡面 我看到了什麼 好 首先呢 我們來認識一下這位老師 這位老師呢 一開始我也以為他是電腦老師 可是當這個老師呢 開始上課講話的時候 我才發現 天啊 原來這一節課竟然不是電腦課 這一節課竟然是數學課 各位 這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最大的震撼 你可以看到這些同學 他們的螢幕出現的是什麼樣的畫面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樣的軟體嗎 這是一個數學軟體耶 各位你知道這個對我最大的震撼是 一開始呢我想我只不過是到挪威 他們的電腦教室去參訪 我想像到的當然呢 就是看人家怎麼上電腦課 結果想不到我一進到了電腦教室之後 發現他們竟然在上的不是電腦課的內容 而是什麼 數學課的內容 這個部分對我而言最大的一個震撼是 電腦課竟然可以跟數學聯想在一起 我相信在座各位 特別是台灣在台灣受教育的人 都應該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數學課跟電腦課會有關係 我相信只有一種可能 這種可能呢就是什麼 這一節是電腦課 然後呢被數學老師調去補課 對吧 OK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電腦課比較重要還是數學課 當然是數學課比較重要啊 所以咯 這是我對電腦教育跟數學之間 課版的印象 可是我在挪威看到的是什麼 天啊 竟然是在電腦教室上數學 各位 2009年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哪一年呢 2018年 換句話說 對我而言這是我9年前的印象 所以咯 那個時候我就很好奇 他們電腦教室裡面還有哪一些寶貝 所以咯 當老師把畫面切換給大家的時候 當下課的時候 我就仔細的看一下他們這台電腦 到底還有裝哪一些軟體 因為這個時候對我來講 我的好奇是什麼 因為在台灣呢 大家想像到的 電腦打開來不就是進入Windows嗎 電腦打開來不就是進入Word 也是有PowerPoint的世界 就是微軟的世界 當然還有非常多的商業軟體 可是我非常驚訝的一件事情是 當我打開這台電腦 我發現這台電腦 竟然不是Windows 更特別的是 這台電腦裡面 我竟然找不到Word也是有PowerPoint 當我想上網的時候 我竟然找不到藍色的E 當然大家都知道藍色的E是什麼 就是IE 對吧 所以對我而言 我發現我不只到了另外一個國度 我還到了另外一個電腦的世界 在這個電腦的世界裡面 更特別的是 你知道嗎 這台電腦裡面 竟然裝了100多個軟體 哇 這是我更驚訝的一個地方 各位能夠想像到 在2009年也好 在現在也好 我們對電腦的世界的印象是什麼 如果你的電腦的世界的印象 還一定留在Windows的世界 那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打開了電腦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應該不會無聊到 讓你的電腦裝100多個軟體吧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在Windows的世界裡面呢 軟體裝得越多 開機越怎麼樣 越慢 所以應該沒有人敢嘗試 做這樣的一個事情吧 所以你知道嗎 當時我很驚訝的是什麼 天啊這台電腦那麼舊耶 為什麼可以裝100多個軟體 而且呢 運作起來還可以這麼的流暢 當我仔細看它裡面的所有軟體的時候 哇 我更驚訝的是 完全都是我沒有看過的軟體 各位思考一下 在台灣打開電腦 你熟悉的軟體有哪些 當然是Windows Word也是有PowerPoint的 對吧 美工未讀軟體呢 我們就從最入門的開始 當然從小畫家開始談起好了 各位 大家應該有知道什麼 非常好色 我型我素 對不對 還有什麼 Photo Impact 更高檔一點的 Photoshop Illustrator 還有咧 各位大家都知道 在電腦教室裡面 當然不是學美工會圖而已 還有更重要 還有學影像處理 影片編輯 就影片編輯而言 在台灣各位聽過的是什麼 威力導演 會聲會影 對吧 好 再往下 我們在電腦課還會學什麼 各位還有想到什麼嗎 這樣已經很多了吧 好 我知道 還有網頁設計 2009年那個時候呢 我們知道的網頁設計處 可能還有什麼 June Weaver Found Page 好 各位 我們還要想到哪些軟體 各位你不覺得 在台灣 我們的電腦教室 在一般人的電腦上 打開來不就是這些軟體而已 當然喔 特別是現在是一個雲端的時代 你的電腦打開來 只要有了瀏覽器 幾乎很多的事情呢 你就可以透過瀏覽器來搞定 所以你會發現到 在台灣 我們已經很習慣 我們的電腦裡面呢 就裝這幾個軟體 就夠了 可是我很驚訝的是 我剛剛說的這些軟體 在挪威電腦教室裡面的這台電腦 一個也沒裝 這個是我覺得最震撼的一個地方 再來 各位你知道更特別的是什麼 天啊 這裡面裝軟體 竟然都是 有一半以上都是我沒有看過的 而這一半以上呢 有非常的多 都是跟教育有關的軟體 各位 你知道跟教育有關的軟體 當然包含的是 數學 物理 化學 天文 我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我們台灣 你印象中 我們的電腦教室 裝了哪些數學軟體 不要跟我說計算機 不要跟我說ECL 這應該不算是 所謂的數學軟體吧 各位 我們的電腦裡面 有裝天文軟體嗎 我們的電腦裡面 有裝化學軟體嗎 物理軟體嗎 OK 所以我說在這台電腦而言 對我而言 最大的省思 就是我重新看待 電腦教室裡的電腦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呢 深深影響了我 好 那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件事情怎麼樣影響到 我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 這個計畫 OK 今天我們介紹的這個計畫 EasyGo這個計畫呢 基本上呢 它也是一個Linus的計畫 但是這個Linus的計畫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應該沒有多少人聽過 特別是國外的朋友 我們這個計畫呢 基本上是一個台灣的 Linus的一個在地化的計畫 那我說ScoreLinus這個計畫 影響到了我 影響的有哪些呢 我就把這個部分呢 我用一個投影片 然後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挪威得到的一些奇葩和醒思 首先呢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挪威的電腦的教室 我的醒思有幾個 首先第一個 就是有關於電腦教室裡的軟體 各位 到底電腦教室 要裝什麼樣的軟體 各位可以想像到 電腦教室應該要裝什麼樣的軟體 如果以台灣的思維 當然是裝什麼 學校老師教的軟體 Windows OK 各位 你可以想像到 在台灣呢 我們的電腦教室裡面 老師會教什麼軟體 一定要先裝起來吧 但老師裝的是什麼 Windows OK 各位可以想像到 老師要教Word 當然裝Word 你會發現所有的軟體安裝的思維 就是老師教什麼軟體 裝什麼軟體 聽起來很合理 但事實上應該是這樣的嗎 這是我的第一個醒思 第二個醒思是什麼 電腦教室裡的教育 當然毫無疑問的 大家可以想像到 所有的電腦教室裡面的教育就是 我們教什麼軟體 我們安裝什麼軟體 教什麼軟體 或者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需要教什麼軟體 所以我們裝什麼軟體 對吧 那你覺得電腦教室 應該要教什麼樣的內容 當然在我以前的印象裡面 電腦教室裝的當然是 電腦課要學的東西 那電腦課要學的東西 那電腦課要學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時候 在我的心裡面 已經開始有不同的想法了 第三個呢 誰來教自由軟體 OK 因為今天我們談的是 跟自由軟體有關的一個議程 當然這個時候呢 我也想要來問大家 我不曉得各位 你覺得自由軟體的教育 這是誰的責任 是電腦老師的事嗎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當然是電腦老師的事情 因為是跟軟體有關 是跟硬體有關 是跟電腦有關 當然都跟電腦老師有關 好啦各位 我的第四個省思是什麼 電腦課的差異 我們都知道 學校有電腦課 外面的補習班也有電腦課 我們畢業了之後 如果我需要學電腦 補習班有很多的電腦課 等著我們去上 那學校的電腦課 跟補習班的電腦課 有什麼差異呢 好 各位 我的第五個省思是 我們現在在談 版權觀念教育的時候 說真的 在台灣呢 我們只有告訴我們的孩子 我們要用正版 不要用盜版 我們告訴我們的孩子 我們要尊重智慧財產權 可是 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正版跟盜版的選擇嗎 除了正版跟盜版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版權觀念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版權選擇呢 好 這個是我的第五個省思 那我的第六個省思呢 就是軟體教育的差異 軟體教育當然毫無疑問的吧 就是在教軟體這件事情 但是軟體教育 真的只要教軟體就好嗎 那教軟體的選擇是什麼 毫無疑問的 既然要教軟體 上課的時數有限 當然就是教最熱門的軟體 那就是現在流行什麼教什麼的喔 OK 這是我的省思 好 我的下一個省思呢 要來跟各位談的是 好吧 經歷了這麼多年的軟體的教育 我們有電腦課以來 已經這麼多年了 那我們軟體教育的過去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各位 我當時呢 腦海裡面冒出來的是 我們好像是從小開始 教孩子們這些軟體怎麼用 對吧 先撇開這些軟體是哪些軟體 你不覺得當我們要教孩子們 這些軟體怎麼用的時候 我們思考到的是什麼 軟體的功能教育 我告訴你 你打開word的時候 這個功能是什麼 那個功能是什麼 OK 我們已經教了這麼多年的功能教育了 還要再繼續嗎 好 我知道 那如果你有留意到現在的軟體教育的現況 現在呢 在台灣的教育界 有一個很流行的名詞 叫做運算思維 OK 好 那運算思維教育呢 好我一問呢 就是培養我們孩子 有寫程式設 可以透過程式設計的教育 然後呢 讓孩子們更了解到 電腦運算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思維的教育 可是各位 現在在流行的就是 程式設計教育這件事情 那未來呢 各位 現在這件事情的流行 就代表未來會繼續流行嗎 回顧一下我們曾經走過的一些路 曾經走過的路 哪些東西是留下來的 所以如果看到了現在 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再看未來呢 如果從未來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教育 那我們的教育要怎麼走 毫無疑問的 你會發現不只是台灣 很多的地方都在思考一個東西 我們一定要未來找到很多很多的亮點 可是各位 資訊教育 我們現在缺的是亮點嗎 各位知道 我所謂的亮點 某種程度 好像就是代表的是 每一年我應該要有一個議題設定 每一年我應該要找一個可以流行 可以去推動的東西 但這是我們要走的路嗎 好 最後一個 我想要去省私的 讓我 在腦海裡面浮現的一件事情是 這麼多年來 我們要培養孩子們的 所謂的軟體教育這件事情 不就是希望他未來在長大了之後 在軟體應用上面 能夠有一定的技能嗎 那各位思考一下 關於我們的孩子 未來軟體應用這件事情 我們要著眼的是什麼 不然的話 如果我們沒有想好 他未來軟體應用的 的可能是什麼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的教育不就是白搭了 也就是說 當我們現在要教孩子的時候 如果沒有去思考到 他畢業的時候 他將會面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以及什麼樣的軟體應用的環境 那我現在教的這些東西 你說你有把握 是對他有幫助的嗎 好 這個就是我去挪威的電腦教室 看到人家的電腦 天哪 簡直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一開始有了這些省私的時候 慢慢的這些年來 因為參加了一些 自由軟體的一個活動 我漸漸的從這十個省私裡面 找到了十個 我心裡面覺得可能的答案 我所謂的可能的答案 這個表示說 有可能我的想法會再改變 有可能這個答案不是標準的答案 但是也是我初步的一個想法 那我就來跟各位分享 因為這十個省私 然後我有了十個領悟 這十個領悟 我們一樣就回過頭來 來看一下我剛剛說的 電腦教室裡面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 安裝什麼樣的軟體 我剛剛說了 以往我們都是以誰的角度 跟思維在談軟體的安裝 當然是老師的思維 我今天教什麼樣的課 所以我當然要裝什麼樣的軟體 對吧 可是各位 這樣子是對的嗎 這些年來我的感覺 其實出發點 裝什麼樣的軟體 最終的一個目的 我為什麼要教這些軟體 最終的目的不是 希望這些東西 對教育對孩子有幫助嗎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把 電腦教室裡的軟體的 安裝的概念 從老師的思維 變成對學生好的思維 那我告訴各位 那我們就不可能 會有另外一種可能的 所以呢 在電腦教室裡面的軟體 安裝的這件事情 我想要跟各位談的是 如果我們 我們往這個角度去思考 那你會發現到 我們的電腦教室 安裝的軟體 就有可能不會再只是 像我們以前所認識的 Windows Word也是有PowerPoint的 我這麼私心的說好了 各位 如果我們的電腦打開來 跟十年前的電腦打開來 是一樣的 那你說我們有進步嗎 如果我們現在呢 電腦打開來看到的軟體 還是只有辦公室應用軟體 還是美工繪圖軟體 這對孩子們的教育有幫助嗎 所以你知道嗎 當我在挪威的電腦教室裡面 看到 哇 有這麼多這麼棒的 教育應用類的軟體 那我就很希望 能夠把這些 教育應用類的軟體 安裝到台灣的電腦教室 但是呢 老師們會告訴我 電腦課又不上數學 電腦課又不上物理 電腦課又不上化學 你裝那麼多的軟體 在電腦教室幹嘛呢 各位了解 我現在在跟各位表達的 可是我覺得不對啊 如果可以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把我們的電腦教室 變成是一個公共 變成是一個教育的平台 只要學生一到電腦教室 打開電腦的時候 他看到的就是一個公共滿全的 教育的軟體的世界 這個是我希望 未來我們在Easy Go的計畫 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孩子們打開電腦 進入Easy Go 就進入到了一個軟體教育的世界 而這軟體的教育的世界 是以學生為出發點的世界 而不是老師教到什麼 才安裝什麼的世界 好 待會我再跟各位分享Easy Go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再來呢 第二個 第二個行 第二個 第二個領悟呢 就是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那電腦教室裡的教育 電腦教室應該教什麼內容 各位可以思考到 當我們的出發點 已經是從老師的角色 變成是學生的角色的時候 那我相信 我們電腦教室要裝什麼樣的軟體 那我們的思維就會不一樣的 當我們的思維 是從老師要教什麼 才裝什麼軟體 變成哪些東西對學生有幫助的 我們就裝哪些軟體 哇 各位你會發現到 這些內容 即使老師上課沒有教 我相信這些內容也可以讓 我們的孩子看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Easy Go 想要做的事情 以學生為出發的軟體的安裝 跟軟體的教育訓練 好 第三個 這些軟體呢 當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說的 誰來教自由軟體這件事情 一直以來大家都會覺得 自由軟體是電腦老師的責任 可是當我們看到的 我們的軟體的世界裡面 有數學 物理 化學 天文 這一類的軟體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 這件事情就不是電腦老師的事 如果我們看到了 有這麼棒的公共的資源 那當然這件事情 就變成是所有老師的事情了 如果我們能夠把 國際間這麼棒的 教育應用類的軟體 然後呢 一起做了一些收集 一起做了一些匯整 當然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 由各自領域專業的老師 把這些軟體 帶給我們的孩子 可是很顯然的 這麼多年來 這一件事情 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 要努力 好 下一個呢 我的領目呢 就是電腦課的差異 剛剛不是跟各位提到的 學電腦 你可以在哪邊學 我們當然可以在學校學 也可以在補習班學 那各位 學校學跟補習班學的差異在哪裡 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的知道 這之間一定有所差異 那差異在哪裡呢 在我的想法裡面 這個差異當然是 學校要培養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才 當然是未來在等待的人才啊 那補習班呢 補習班當然是現在的人才 現在你想學什麼 補習班教你什麼 可是學校如果也在做補習班做的事情 那學校存在的價值呢 我不曉得各位能不能夠理解 我現在呢跟各位表達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的補習班在教電腦 它的出發點一定是以營利為目的 以當下的需求為目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各位誰來關心未來的需求 誰來關心孩子們未來的教育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待 我們的電腦課會不會 會有所不同呢 還是我們的電腦課 繼續跟著補習班一樣 做同樣的事情 好 下一個呢我想要跟各位提到的 版權觀念的差異 剛剛呢我們也跟各位說了 有關軟體的版權 我們不也是從小到大接觸的就是 正版跟盜版 所有的電腦教室都告訴孩子們說 我們要用正版不要 任意下載盜版的軟體啊 OK 這是站在誰的角度 當然 這是站在一個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角度 在看待這件事 這是比較好聽的說法 可是更具體的說法是什麼 各位我們是站在軟體廠商的角度耶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我們的整個資訊教育呢 充斥的就是告訴孩子們 你呢今天要做某些事情 那你就必須呢要買正版的軟體 那如果你沒有錢買正版的軟體 我又告訴你 你不能夠用盜版的軟體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那你要叫我們孩子用哪一版 不要跟我說破解版喔 OK還是長期試用版 聽懂我的意思 其實我到了挪威 我看到了這些自由軟體的教育之後 哇 我現在還知道說 原來台灣的版權觀念教育 已經錯了這麼多年了 因為我們的錯 是從根本的順序上面的錯 怎麼說呢 各位可以想像到 當我們一開始 就讓孩子們認識 什麼是正版 什麼是盜版 但是這個問題點就在我剛剛說的 萬一我想要擁有一套正版的軟體 但是我負擔不起的情況之下 你又告訴我不能用盜版 那怎麼辦呢 你知道嗎 我在Debian Conference的參訪裡面 我看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這個價值是什麼 在孩子們認識正版盜版之前 應該要認識的是什麼 公共版權的資源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啊 因為我在挪威電腦教室裡面看到的 所有的軟體 沒有所謂的正版盜版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公共版權的軟體 OK 不只是公共版權 很多軟體的source code 還open出來 讓全世界的人 只要你想 怎麼樣讓這個軟體變得更好 就可以投入資源 讓這個軟體變得更好 所以呢 我說這個版權觀念的差異 你就知道 某種程度來看 我發現台灣的版權的觀念教育 只交給孩子們三分之二而已 怎麼說呢 我剛剛說的 我們只告訴他們正版盜版 卻忘了告訴孩子們 原來還有公共版權 這樣一個資源 所以我也很期望 能夠在Easy Go的計畫裡面 讓孩子們知道 版權觀念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怎麼樣 怎麼樣善用全世界開放的資源 全世界公共版權的資源 好 下一個禮物呢 我要跟各位提到的是 軟體教育的差異 剛剛說了 在台灣呢 補習班也好 學校也好 當然囉 我們最容易看到的就是 現在流行什麼 教什麼 這是最安全的一個做法 那也因為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某種程度就會造成 現在呢 業界流行什麼軟體 什麼軟體熱門 我們就談什麼軟體 各位 這樣子對我們是好的嗎 這個時候呢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 駕馨班的學習經驗 各位怎麼說 你會發現我們在台灣 所有的電腦課 談的軟體 應該每一個都很熱門吧 就說你沒有去上過那些課 沒有用過那些軟體 你也聽過那些軟體吧 好啦 我為什麼跟各位提到 駕馨班的學習經驗 是因為剛好這些年來 我們剛好在整個 剛好我本身有參與 國發會 所謂的ODF 有關於 開放文黨格式的 教育推動 那當然喔 因為國家在推動ODF 延伸下來呢 就是有一個軟體 叫做Liberal Office的推動 但我們看到的 很有意思的是 天啊 在台灣 幾乎每個人 從小到大的 養成教育 都是學微軟的Office 首先我要說 我沒有否定 微軟Office的價值 只是說 我看到了 令我很驚訝的一個問題 是什麼 從小到大 學了Office 微軟的Office之後 很多人發現 畢業了之後 如果你直接跟他講 別的Office的時候 他無法適應了 因為在他的腦海裡面 在他的電腦的世界 跟電腦的世衛裡面 比如說我現在做的簡報 如果你問台灣呢 100個學生 好下個禮拜 交一份簡報出來 我相信 一定有9成以上的學生 用PowerPoint來製作 好 如果今天呢 我們告訴他 如果沒有PowerPoint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軟體來製作 你會發現 有很多人可能不知從何下手 那從這裡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一直以來 我們的軟體的教育 都停留在熱門軟體的一個思維 這樣子是好的嗎 那我說我聯想到的 教訓班 是這個樣子的 在座的各位 應該都已經過了 考駕照的年齡了吧 各位 各位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還記得當時 你在教訓班的時候 是開什麼牌子的車子 還記得嗎 你知道我上一次 上個禮拜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進來後回答我什麼 你知道嗎 手牌 各位千萬不要輕易回答手牌 因為這樣就透露你的年齡了 對不對 現在的教訓班 可是沒有手牌車了 我剛剛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在教訓班學開車的時候 開的車子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管它是什麼牌子的車子 重點是我學會開車了之後 什麼牌子的車子 都要會開才對吧 這個就是我在整個軟體的教育 然後呢 這些年來 我的領悟 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是用這樣一個思維 在開我們的孩子的教育 讓他瞭解到我學會了這個 這個軟體的應用的技能的時候 當這個技能學會了 然後呢 遇到了什麼樣相關類型的軟體 我們都能夠去駕馭它 各位你不希望我們是培養孩子們 這樣的能力嗎 還是我們希望孩子們 只會唯一的選擇 這樣的能力呢 好 這是第六個領悟 第七個呢 軟體過去的教育 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強調的是功能 所以我們一定要掌握好 對這個軟體的熟悉度 也許在過去還可以說得通 反正我這個軟體會了之後 我就可以好幾年都靠這個軟體就夠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一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 特別是有很多的軟體的應用 是跟雲端有關 那你會發現我現在這麼使用 有可能呢 雲端的工具過了一個禮拜 過了幾天 界面功能又改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們還是只計軟體的一個功能 這樣子對我們的資訊教育是好的嗎 好 所以在我的領悟裡面 我的想法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功能是死的 最重要的我們要培養的是技能吧 因為技能是活的 所以當我們在看待我們的資訊教育的時候 我們還要拘泥於我今天用什麼樣的軟體 提供什麼樣的功能 然後學生只會他眼前看到的這個軟體所提供的功能嗎 這個是我第七個領悟 然後呢第八個 我們來看一下軟體教育的現在 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所謂的運算思維教育 資訊教育 所謂的程式設計教育 這對每一個孩子都好的嗎 運算思維很重要 但是這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嗎 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會去思考如何在我們的電腦課 如何在我們的資訊教育 盡可能的滿足每一個同學的需求 因為我剛剛說的 我們希望資訊教育的出發點 不是老師教他想要教的東西 老師教他會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看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什麼軟體對孩子們的啟發有幫助 所以我說其實現在來台灣 不缺運算思維的教育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太多補習班在做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更需要的是 讓孩子們怎麼樣學會共享全世界的公共資源 這不就是我們open source相關的conference 在做的事情嗎 全世界有這麼多的開放資源 其實有很多的運算思維 有很多的運算思維的know how 也都是在公共資源 在開放的一個架構之下 然後讓全世界的人可以去接觸得到 所以在我的想法裡面 其實公共資源 開放資源的應用 是凌駕在運算思維之上的 再來下一個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這個領悟 至於軟體的過去現在 然後我們已經提到了未來了 剛剛提到了未來 我們要再找下一個亮點嗎 哥哥你不覺得很辛苦 現在我們在流行的是運算思維 前一年流行的是Maker 再前一年我們知道行動學習 哇每一年在教育界呢 我們都有看不完的亮點 然後呢我相信未來一定 還會有新的亮點冒出來 可是我也一直在行思一件事情 教電腦 談電腦那麼多年了 難道資訊教育只能談亮點嗎 難道資訊教育沒有一些經典 可以現在這麼談 過去這麼談 未來還可以這麼談的 其實我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到在台灣 撇開電腦不談 很多的學科都有很多很多的經典 我舉個例子 數學 各位就算你不懂三角函數 你也聽過三角函數吧 你小時候學的三角函數 跟現在應該是一樣的吧 OK 各位物理化學更不用說了 各位大家都有聽過什麼 歐姆定律 法拉第定律吧 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是這麼談 現在這麼談 未來呢還是這麼談 那我們的資訊教育呢 有没有哪一些經典是現在談的 過去也在談的 未來還可以繼續談的 各位我們現在所處的 Debian Conference 什麼時候就有了 我相信各位可以看到 在開源的世界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經典 其實Debian就是一個經典 Linus就是一個經典 Librophysic就是一個經典 GIMP就是一個經典 Inkscape就是一個經典 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所有的計畫都是在十年前都有了 而且現在還行得通的 我相信這些東西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我們還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我所謂的經典 可是各位你可以看到 有多少人在關心這些經典的傳承呢 好 這就是 我很希望呢 從這個地方讓各位感受到 Easy Go的計畫 到底我們的本質在思考的是什麼 下一個呢 第十個就是 有關於軟體應用的未來 在這個未來呢 各位 我們更進一步去思考 有關於軟體教育 造就軟體未來的應用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如果我們的軟體的教育思維改變 當然目的呢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看到 不一樣的軟體應用的未來 那我們希望看到一個 什麼樣的軟體應用的未來 各位 我的私心是這麼覺得的 我一直覺得 在軟體的世界裡面 在台灣 都存在著一個普遍的思維 就是什麼 使用者付費 這個思維 基本上沒什麼錯 使用者付費 合理 但是這是唯一的選擇嗎 我們現在在使用了 這麼多的科技的應用 難道真的每個東西 你一定都要付費 才能夠享用得到嗎 好吧 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 當各位你拿出你的手機 你看你的APP裡面 有多少是付費的APP 對吧 我們打開我們的電腦 連到了網路的時候 你看到網路上面哪些服務 非得付費不可 各位 我現在不是要告訴大家 要當一個鐵工具 什麼東西都不花錢 而是我想要讓大家了解到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軟體的應用上面 開始有一個不一樣的思維 這個不一樣的思維 就是開始要有層次上面的一個差異 我拿交通工具做個比喻好了 記不記得我剛剛跟各位提到正版 倒版這樣的概念 一直以來呢 我們都告訴我們孩子 我們要用正版 不要用倒版 如果我有軟體的概念 把它建構在所謂的軟體 所謂的交通的一個常識上面來看的話 各位 你會告訴你的孩子說 小明 你呢 現在要開始努力賺錢 有沒有 你未來想要任何地方的時候 記得 有錢的時候 你才有幹嘛買車 買車才有辦法到達你要去的目的地 那沒有錢買車呢 我告訴你 不可以偷人家的車子 各位 當然我現在講的有點誇張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就剛剛提到的交通這件事情 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要教育孩子 你要從小要先學會的是什麼 絕對不去思考 我怎麼樣去學開車 然後去存錢 存錢買車子 而是怎麼樣 在你存錢買車子之前 我們從小應該要先學會的是什麼 大眾運輸工具的搭乘啊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 在你還沒有車子之前 你應該要學會怎麼樣應用大眾運輸工具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文明的國家 基本上呢 除了我們希望每個國民都可以擁有車子之外 擁有車子這件事情 當然是使用者付費啊 你需要車子你就買車子啊 可是我們國家的角度 可以要用這樣一個假設嗎 我要假設所有的國民 每一個人都要一台車子 以我們現在的思維來看 你不覺得是很阿Q嗎 我們要的 不是要每個人都有車子耶 我們要的是解決大家的交通問題耶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文明的國家 要有大眾基礎建設 在大眾工具的基礎建設上面 我們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我們國家要有火車 我們國家要有高鐵 我們國家要有捷運 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誰擁有了火車 誰擁有了捷運 誰擁有了高鐵 你會發現到在大眾運輸工具的思維裡面 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了享有跟擁有 可是在軟體的世界裡面呢 我們一再的告訴大家 你只有使用者付費 所以我們才陷入一個迷思 正版跟盜版的迷思 可如果我們跳脫了正版跟盜版的迷思 進入到公共軟體應用的思維呢 各位我想要說的是 你不覺得我們國家應該要去思考一下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 像水資源 像交通資源 這些公共基礎建設的建立 讓軟體也像這樣子的去做思考嗎 我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一直以來 我們國家有用軟體公共化的思維 在看待我們的軟體應用的推廣跟教育嗎 我們屬於我們國家公共版權的軟體在哪裡 聽懂我的意思 各位你要知道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最近在推動自由軟體的人 是在反商業軟體 反微軟 可是我想要鄭重的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我們國家蓋了高鐵 蓋了火車 蓋了捷運 這是在反汽車工業嗎 當然不是啊 我們要創造我們國民有更多更棒的一個選擇 各位我現在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EasyGo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希望打造台灣公共基礎 在軟體世界的公共基礎建設 而這個公共基礎建設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我現在要給各位看的 好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突然間覺得我好像是那個 Sales一樣 在最後一刻好像要告訴大家 我現在要賣東西給大家 放心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 這些都是公共的資源 我們團隊做的事情是一個非常淺顯的一件事情 我們只不過是把全世界這些開源的 這些公共的資源做了一些收集 做了一些翻譯 然後我們再來 接下來我們需要的就是做一個推廣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軟體裡面 就是當時影響我很深的挪威電腦教室裡 我所看到的電腦 只是說經過了這些年 我們有做了一些調整 我剛剛說的挪威電腦教室裡面 100多個軟體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已經有稍微做了一下調整了 各位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面的軟體 是不是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我現在電腦某種程度 也就是挪威電腦教室裡面的那個系統 當然不是10年前那個系統 但是一樣的 都是Based on Bebian所延伸的一些Linux的計畫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 重點不是作業系統而已 更重要的是 我們把這些應用軟體做了一個收錄跟整理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整個文書處理軟體裡面 哇 除了Librofees之外 我們還收錄了什麼新制圖軟體 圖表繪製軟體 專案管理軟體 甚至是電子書的應用 PDF的應用的軟體 好 民宿設計類的軟體 各位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面我們也收錄了影像處理軟體 其實我很不想說這個軟體 能夠做到類似Photoshop的事情 我也很不想要說 下一個軟體Inksgap 可以做到類似illustrator的事情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撇開類似這件事情不談 我想要跟各位談的是 軟體的應用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選擇 什麼軟體可以解決我們什麼樣的問題 而不是說我非得用什麼樣的軟體 來解決我要解決的問題 那目前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收錄了軟體的類別 有這麼的多包含了美術設計類 2D 3D 甚至是3D動畫類軟體都有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朋友 有的都知道像Brander這個軟體 如果你有看過好萊塢電影 蜘蛛人2的人 你會發現到天啊 原來好萊塢的電影 Brander也有嘎一腳耶 原來它的技術的應用 不是只是玩票性質而已 好啦更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到影音媒體 這裡面呢 我們當然也有所謂的影片剪輯類的軟體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把音樂類的軟體做了一個匯整 包含了如果你對五線譜的編曲 吉他譜的編曲 還有甚至是我們可以看到節奏編曲 也就是你對節式樂的節奏編曲有興趣的話 這裡面也都已經收錄進來了 甚至是音樂的混編啊等等的這些都有 再來各位可以看到網際網路 抑制遊戲 甚至是教育學習 各位還記得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教育學習這件事情 我們在教育學習呢 你可以說我們從幼稚園開始 我們就收錄了像GCommerce這樣的一個軟體 各位有沒有看到GCommerce這個軟體 這一個軟體呢 基本上它還包含了100多個軟體 好 因為在座沒有幼稚園的小朋友 所以我就不點進去看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們家裡面有孩子 他對他呢 正在電腦應用的啟蒙時期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軟體嗎 各位從幼稚園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 在教育學習呢 我們還收錄了更多 好甚至呢 各位可以看到跟國語文有關的蒙典 還有閃斯卡技藝 語言學習 天文 地理 數學 統計 化學 當然更重要的是什麼 OK 各位 我們連諾貝爾獎得主的計畫都收錄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計畫呢 非常特別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計畫裡面呢 我們收錄了有關於物理 生物 化學 地球 科學 還有數學 甚至一年級來區分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國小 國中 還有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高中 大學 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跟教育運用的軟體 我們呢 盡可能的 只要它的授權 是公共的授權 我們就盡可能的把它收錄在Easy Go的計畫當中 當然 目前Easy Go的計畫 它基本上呢 它是Based on Kubuntu的一個系統 請你 各位你們知道嗎 我的私心 我很期待 下一個版本的Easy Go 我們是Based on LOS QT PCMAN的計畫 真的 那剛剛跟各位提到的這些 你知道嗎 這些呢 不是有幾個人能夠完成的 我們一定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結合全世界這些開放的資源 才能夠成就這件事情 那今天我剛好是在交大 那我要很感謝 交大的同學的參與 你知道在這裡面很多的翻譯的計畫 在交大的同學裡面呢 有一個資深的學長 就是剛好Frank Frank可不可以揮一下手 因為我的partnerFrank 他也是交大畢業 然後呢 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有非常多的軟體 我們也是跟交大的服務學習課程合作 跟交大志工系林振東老師合作 然後呢 做了很多的翻譯 那這些翻譯裡面呢 各位你知道嗎 非常感動的是 這些翻譯成就了今天 我們看到這些內容 而這些內容呢 很可惜 有很多的同學 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好 那這個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 有了這些軟體的一個翻譯 我們說有非常多同學的幫忙 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我今天能在交大嗎 那你知道嗎 交大有一個同學 他當時在參與我們的計畫的時候 也是覺得說 天啊孫老師 我們為什麼要翻譯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又沒有人在用 我很感動的是 這個同學有一次 在他大三那一年 到德國交換的時候 他發了一封信給我 我想就用他的這一封信 做為我們今天的ending好了 這個同學呢 他就發了一封信給我 他一開始很不認同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到了德國的 發了這封信給我 他說 他說哈囉孫先生 好久不見 我是冠府 好我已經把他的Email刪掉了 現在已經在德國交換了 不知道你那邊的自由軟體計畫 進行得如何 我來這邊觀察了一下 我就讀的學校TUM 一所德國的學校喔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說他在學校裡面看到的 所有的師生 還有學校的電腦中心 寄中圖書館 都是使用Linus的系統耶 很多人都是使用開圓滿的軟體 而不是使用商用軟體 這讓我還滿驚訝的 各位你知道這封信對我來講 是一個多大的一個鼓勵 因為本來這個學生不覺得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當他到了德國之後 他才發現 哇原來在電腦裡的世界裡面 不是只有台灣 既有的想像的世界而已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